第一個就是說 雅虎股市的話是直接拿來改 第二個IE的部分 如果我不要用那個HTML file的物件的話 那實際上一樣可以拿IE物件來直接做存取 因為IE物件其實有些地方真的可以 有點像是把本來不能抓得到的資料 可以把它抓下來 像是現在有些主機 它就有特別過濾掉那個爬蟲 那它怎麼知道你是爬蟲 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是用IE瀏覽器去抓的話 它會有一些前置有一些header 所謂的header就是說它有一些資料 它會告訴對方說我是確定是一個瀏覽器 但是如果你是爬蟲的話就沒辦法 除非你要自己而外加 不然的話有一些網站就會把你過濾掉 你可能抓都抓不到資料 如果當然假設遇到這種狀況 那你很簡單直接把它改成IE物件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記得四行我們其實都用貼的啦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自己打當然更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除了Yahoo的這個新聞之外 另外可能就是大家也常會看的一個新聞的網站 就是那個什麼ETtoday的新聞網 那這個網站的話 我之前的程式 我剛剛弄了一下 我發現被改版 OK 改版沒辦法 不過沒關係 反正它改我們也跟你改就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想要抓什麼資料呢 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這個 這個Yahoo新聞的話 把它點開來 那如果 其實它也是一個一個區塊啦 有點像一個DIV塊 那比如說我想要抓什麼資料呢 哪個哪一塊 比如說我想要抓這個 娛樂八卦通好了 那裡面的話有幾個新聞 其實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塊 一個DIV就對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DIV 有沒有 它是一個板塊 然後這個板塊裡面有幾則新聞呢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板塊裡面的 1 2 3 4 5 6 7 8 9 哇這麼多 10個新聞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10個新聞裡面的 新聞標題 跟新聞的超連結 通通把它抓回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 一樣的道理啦 反正跟剛剛的步驟一樣 STEP1 先怎麼做呢 先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 檢查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的話 它這邊的話會停在哪裡 這個東西 它停的位置是在這個區塊 那也就是說呢 有沒有看到 它得到的是這個區塊 不過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區塊的這個超連結 AHREF 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有沒有發現 哪裡不一樣 當然第一個啦 它的網址比較短 不過這個網址它其實走的是所謂的 相對路徑 那所謂的相對路徑就是斜線前面 其實就是串這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把這個 ETtoday這個串在前面 就是前面的完整的網址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它的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就是ettoday.net 然後斜線news 後面就是它的什麼 應該是一個資料夾吧 然後它的網頁就OK 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這第一個不一樣 那第二個還有哪裡不一樣 之前的話呢 我們習慣會先找class名稱 不過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它有沒有class名稱呢 欸 它沒有class名稱 所以喔 假如說呢 它如果沒有class名稱的話 那怎麼辦 那沒有class名說 那不然我們就找什麼 找A嘛 有沒有 那A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只是一樣的問題 Ctrl F 然後小於A 有沒有 小於再一個A 那你會發現 按個Enter 它裡面有幾個超連結 這個網頁裡面喔 534個 那請問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在第幾個 哇 那天啊 你總不可能說 慢慢在那邊尋找 慢慢找慢慢找 找到地老天荒還沒找到 所以啊 如果要一個一個算 那個第幾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好的方法 那可是問題來了 可是它沒有class啊 沒有class怎麼辦 我又要這個區塊裡面的這些連結的話 那其實我記得我們之前好像有在那個TQC那個練習裡面 其實有用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喔 我可以先抓什麼 抓一個DIV 有沒有 然後再把那個DIV裡面所有的A抓回來比較好了 還有拚印象 有沒有分兩階段抓喔 所以喔 以這一題來 以這個範例來看喔 以這個問題來看 一樣可以做同樣的動作 也就是說呢 我第一個喔 先抓哪一個 這一個 那這個是哪一個 其實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用那個滑鼠游標有沒有 停在第幾個就大概知道了 如果停在這一個 KLiS叫什麼 什麼P P10有沒有 這個應該就是只是這一區塊 所以如果你假設抓這一個KLiS 只會抓一個 那往上一層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就這一層了 這一層的話是DIV KLiS名稱是這個 所以我們其實分兩階段抓 先抓這一個 再把這個裡面所有的A抓回來 其實就可以了 那A不還沒印象 我記得我之前在哪個練習啊 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TQC有沒有 抓哪一個區塊 我記得好像抓這個Aboats吧 是不是 因為Aboats 這個範圍 我可以先抓到它之後呢 再把它縮小範圍吧 還是 我記得 沒有 應該是這一個 爬取那個TQC官網的link 這個練習 那因為這裡面一樣的道理啦 這裡面的超連結 太多了 就是除了這邊的超連結之外 還有別的地方 所以我記得好像 我是不是這個地方 我先說縮小 記得好像先 這個先 這個是算 我記得好像 我是不是這個地方 對對就這個 我是先抓回來 是抓DIV 在DIV這個地方的話 再做第二次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我先抓它的這個class名稱 的DIV 然後再把這個 這個DIV裡面所有的A有沒有 再把它取回來 然後再跑一下 就應該成功了 所以喔 請各位喔 不妨可以利用同樣的道理 去把 ET today喔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抓 ET today的這個娛樂八卦通的這個板塊 裡面有十個新聞 我希望利用呢 上個禮拜講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叫做 爬取那個 TQC官網link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 我做的方法就是說 我先去抓到那個板塊 裡面的那個資料之後 再把這個DIV做第二次的爬取 所以等於是你會發現喔 上面是get element 有沒有 by什麼呢 by class name 所以這個其實 這一題呢 跟ET today 其實還蠻類似的 那第二次的話呢 在縮小範圍之後 把它用 take name抓A的部分 不過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有沒有發現這個DIV 這個後面呢 有加了一個什麼 小瓜糊林 主要原因是因為啦 你這個DIV 可能會找到一個以上啦 其實就是多個啦 那主要原因我一直強調 因為主要是這邊有一個S 那這邊如果 只要有S的話呢 那它一定是負數啦 而且一定是個陣列 所以如果是一個陣列的話 那一定要加一個小瓜糊林 否則沒有辦法做到 OK 所以喔 請會喔 把上個禮拜這個 稍微改一下 我想應該是可行的 所以呢 理論上喔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改成ET today的這個區塊的名稱 就這個區塊 啊怎麼知道對啦 其實就是 按滑鼠右鍵 檢查一下喔 你就把游標停在這上面看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游標是把這個框框框起來 那就是表示這個DIV是你要的 那你就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複製貼過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再把這個區塊裡面所有的A 全部都取回來 欸我想應該可以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財師